特斯拉杀手Vivin上市 市值超福特通用 亚马逊持股20% 11月10日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公司Vivin登物纳斯达克交易 其股价最初定价为78美元每股 但开盘价为106美元 收盘价为100美元 相比定价上涨29% Vivin的IPO也是美国公司最大的IPO之一 最高于福特汽车的773亿美元 与通用汽车的861美元持平 Vivin的得志指引起广泛争议 因为它从今年9月开始生产以来 只造出数百辆电动车 相比福特和通用不值一提 这道出投资者的认知 电动车才是未来 在上市时 Vivin创始人兼CEORJ Skywin 这对数百名工人环绕 在工厂敲响了上市中 他表示 自己在12年前创立了这家公司 目前拥有9500名员工 由于被认为能挑战特斯拉 Vivin也有特斯拉杀手之称 这家公司既向亚马逊等公司出售电动货车 也向富人出售电动皮卡R1T和电动SUVRES 据公开信息 亚马逊向Vivin预定了10万辆电动货车 并持有20%股份 福特也持有Vivin5%股份 在美国 由于严格的货车排放要求 电动货车正大受资本和客户追捧 这种技术将电动机 驱动系统和电池都塞进底盘 在中国 也有很多滑板式底盘企业趁势而起 比如今年7月由长城汽车李腾创立的U跑科技等 目前博士也在投资这种技术